大家好,我是别远 又来了 今天这个视频说完 估计以后我自己想干坏事 恐怕都难了 不过也好 就此断了干坏事的念想 老老实实做个好人 昨天拍视频的时候 因为我没太明白 是怎么回事 毕竟这些年翻车又反转的事情 太多了 我可不敢乱给人扣帽子 其实我到现在没太明白 一个大陆人拍拍视频 怎么就骗了你们台湾人几百万 你们台湾人怎么这么有钱 是因为到网上复评吗 还是 那你们看看我这样的 符合你们的要求 你看我背后柴火堆 好些人说我后面摆一堆柴 就是为了装可怜 我也懒得解释 反正我觉得你们台湾人是真有钱 否则像这样的骗局 怎么会呢 还骗这么多人 我一个大陆人觉得真的挺匪夷所思的 我看有的台湾朋友就很生气 说这要怪就怪台湾人自己不争气 太蠢了 我觉得这倒不至于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事发生在台湾 说正常也正常 说不正常也不正常 总之不是蠢不蠢的事 我觉得主要还是你们台湾人 见得少 这些年像这种骗局 在我们大陆网络上每天都在上演 特别是抖音和小红书 还有微博 甚至朋友圈里面都有 就很多人拿自己得了绝症的孩子 甚至是爹妈拍视频 在网上哭天抹泪的求捐款 说的很好听 用不完的要捐给希望工程 或者捐给慈善基金 但是收到钱之后 人突然就消失了 这种大有人在 其实正常好的是吧 至少有这个事 那些纯粹的骗局 我跟你们说 连人都是假扮的 儿子是花钱雇的 是吧 爹妈也是花钱雇的 全是演员 我曾经就差点被骗了 前两年吧 就是无意间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惨的 要多惨有多惨 我追的那个人 微博看了大半夜 第二天还是上班的 是吧 然后要睡的时候 鬼是神差的 我去其他平台上诉了一下 发现这个人 全网到处都在募捐 我就觉得这事 有点不对劲 是吧 这么穷 这么可怜的人 居然还挺懂 那个互联网思维的 果然在抖音 发现了 不少人说这个人是骗子 照片都是PS的 我才知道 人心到底有多险恶 好在我当时 没有冲动给人转账 这种事 我不知道在台湾多不多 反正大陆是很多 国家和平台 出了很多政策 抓起了这些人 但还是屡禁不止 说实在的 这些年 走出校门以后 我为了防骗 我觉得自己都有时候都有点过于冷血了 比如我现在出门已经不给乞丐丢钱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陆的城市道路上有各种天桥 我以前上天桥的时候都会背个两块钱的零钱 是吧 当时比较单纯 一出门总觉得谁都在看我 乞丐看我我也受不了 然后经常给他们丢钱 但是后来看了一个探秘节目 原来这些乞丐背后 很多都是有儿有女的 有的人老婆可漂亮了 大眼睛大长腿的 小车开着 儿女都在市里最好的学校上学 然后从那以后 我再看这些乞丐 看谁都可疑 干脆就再也不丢钱了 昨天有个台湾朋友留言说 对中国人寒心了 以后不会在网上给中国人捐款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当时心里无畏杂陈 就简单回复了两个字 理解 我真的理解你们的心情 我就经常跟我老婆说 中国是一个智商120度不够用的社会 找工作要交朋友 生活中处处都要小心 小心使得万年船嘛 是吧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中国国主 在日本街头采访 日本女中学生的视频 视频挺好的 是吧 博主和那个女学生交流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是视频里面的弹幕 我觉得有点不堪入目 我是个有女儿的父亲 真的有些话脏性滥费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讲 好在那俩日文女学生 啥也看不懂 还在那很有礼貌的 跟直播间的人打招呼 当然了 也有人不断在直播间 说注意素质 但是没用 我今天想起这个事 我觉得你们台湾人 就有点像 像那两个日本女学生了 太单纯了 当然了 这不怪那两个日本女学生 也不怪你们台湾人 要怪就怪有些人 太脏筋烂费了 我估计说到这里 又有人要说我了 是吧 这小子为了流量 又开始舔台湾了 攻击大陆了 随便你怎么想 其实昨天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 是欲言又止 是吧 说实在的 我一直不理解 网上很多走红的博主 人们到底喜欢他们什么呢 有些人说实话 长得就挺讨厌的 但是好像 只要有了一个人设 是吧 在镜头面前表演一下 什么是好父亲 好儿子 好妻子 哪怕很假 只要人设立起来了 估计就是一根烧火棍 他都能火 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我现在也是一个博主了 说实话 我就觉得自己 没啥好关注的 长得也不帅 内容也很一般 要是我自己 肯定不会关注的 我宁愿关注那些 美女跳舞 美食节目 要关注 也关注一些有料的 有真才实干的人 我这样的不值钱 谁都能坐这说上两句 所以这样的前 有人批评我 我通常都是默默地 给他点个赞 因为我真没啥过硬的本事 你看我的新偶像 陈雷大哥 人长得帅 歌唱得好 业务能力又强 是吧 活该人家活这么多年 我估计就算他 闹出点什么花边新闻 也不怕粉丝翻车 到时候肯定有人说 怎么着 人老了不配有亲亲爱爱吗 你看 这就是人家有本事的人的待遇 不像那些靠着人设活着的 是吧 一翻车就是强倒众人推 我在这里跟大家打个躲 就是网上那些靠人设活着的博主 早晚都要翻车 就算不翻车 也会闹出一些人设危机 因为人设人设 就设这个字 就意味着假 意味着在表演 但是早晚要露馅了 假的争不了 是吧 我为什么就是这么抗拒表演那种 拍摄表演性质的视频呢 因为我也怕自己翻车呀 你看我就是这样一个有心眼的人 狠起来啊 连自己都有地方 所以啊 我在这里啊 奉劝各位台湾的朋友 有善心是好事 但是你一定要 要比坏人啊 更有心眼 是吧 这样才能让你的善心啊 用到善处 用到实处 这个社道变了 跟以前不一样 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 哎呀 说到这里 我真不希望啊 台湾也变成一个 智商120度不够用的社会 是吧 说实话的 我非常羡慕 像台湾日本这种 智商80 都能活得很好的社会 就没有 这里面没有一点贬义啊 真的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活得太累了 我在网上买个东西啊 都要把自己武装成一个专家啊 生怕被人骗了 哎 那那可能要有 还有人要问了啊 虽然这些人人 人设崩趴了 但是你看他们 是吧 不照样还在网上笨打吗 有什么办法制止他们呢 有的啊 就是现在立刻啊 马上再也不关注他了 多看一眼就算你输 也不关注啊 任何跟他相关的第三方内容啊 是吧 比如我这个视频 就算看见了 也当作没看见啊 当然除了我啊 你看我 我只是举个例子 是吧 我我你们不能这么没良心啊 我在这给你 我在这给你们支招呢 功过相抵啊 反正啊 就是那个蹭他流量的 也不要关注啊 不要给这个人 以及蹭这个人流量的 任何人贡献流量 那他自然而然啊 就没办法笨打 是吧 那那些蹭流量的人都熄火了 那他真的 那他就真的熄火了 当然啊 这也没办法保证 那他彻底完蛋啊 因为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 相信我啊 过段时间啊 等人们都忘记了 人家账样啊 还是风生水起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拜拜